今天全球的新闻焦点都是一样的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今天因为肺部感染 传来了已经病逝的消息 享受95岁 他带领着南非脱离种族隔离 成为南非第一位的黑人总统 他过去曾经被关在牢里长达27年 也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卸任总统之后呢 致力艾滋病的防治 还促成了南非举办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 南非人视他为国父 包括了美国总统欧巴马 在内世界各国领袖都对他的去世表达了哀悼 南非打不倒的勇者曼德拉终于敌不过病魔 民众以传统跳舞唱歌悼念国父去世 万民拥戴欢呼是曼德拉出狱时的场景 他为了争取打破南非黑白种族翻离 因此付出代价坐牢长达27年 靠着个人魅力曼德拉促进南非种族和解 他不仅是第一位南非民选黑人总统更有全球总统之称 1993年他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也因为常年牢狱生涯 肺部病变 在家人陪伴下安然去世 全球领袖分表哀悼 美国白宫更降下半期 哀悼就会以待伟人 国际民人都表达哀伤思念 曼德拉承说 人们可以学会恨 同样可以教会他们爱 他对南非这片土地的爱永存不朽 世人将终将记得他的精神 自由战胜一切 记得周恩天众友报道